诗篇第32篇 过犯得蒙赦免 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 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就整天哀哼 以致骨头衰残 因为你的手昼夜重压在我身上 我的精力耗尽 好像胜鼠的干旱 我向你承认我的罪 没有隐藏我的罪孽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孽 因此 凡是敬前的人 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向你祷告 大水泛滥的时候 必不能达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护我脱离患难 以得救的欢呼 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应走的路 我要劝诫你 我的眼睛看顾你 你不可像无知的罗马 如果不用绝环 配头勒住他们 他们就不肯走近 恶人必受许多痛苦 但依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义人啊 你们要靠着耶和华 欢喜快乐 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 你们都要欢呼 之后 我先去除了 我先来读你 我先去除了